你见过这样的创造神吗 时代被吓尿 六张卡就换得3300 小哥稳如老狗 解释环境魔法可以特招一只眼生物 这下元素剑就会失效 并且时代场上也会出现一只眼生物 而这只创造神的效果就是 根据眼生物的数量提升攻击力 两只一共可以提升1600 小哥果断下令攻击 时代紧急叫停 通过将眼生物送入墓地让暴风侠不被破坏 并且这样创始神攻击也会下降 小哥丝毫不慌 就算不能被破坏 伤害也依旧要计算 这下憨憨小哥认为自己赢定了 因为时代已经进入了风中惨主 于是小哥开始了嘴炮 要和时代探讨下排击 可是时代嘴炮功夫一流 瞬间将小哥喷到破坏 我比较强一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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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力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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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将惊呆了 看着这么能说的时代 激将仿佛看到了亡样的身影 时代的回合 抽卡 发动融合解除 让暴风霞分裂为三只老魔 接着搔手一指 将羽毛和水炮当作祭品 召唤王牌星雨霞 好家伙 终于正常召唤了一回 永续魔法魂之共有 可以从手牌特召一只星宇宙怪兽 召唤火焰甲虫攻击表示 并且甲虫可以根据场上的魔法陷阱 一张提升400点攻击 接着还没完 因为魂之共有的效果 可以将火焰甲虫的攻击力 加给星宇霞 小哥懵了 但时代表示还不够 魔法卡继承的力量 通过将闪电霞送入目的 将他的攻击力也给星宇霞 小哥被吓尿 时代果断下令 让星宇霞发动攻击 轻松倒掉创造神 小哥生命值降到900 时代抓住机会 解释因为创造神消失 衍生物也无法存在 这下火焰甲虫就可以直接开稿玩家 火焰版龟派气功 直接命中玩家 生命值就此归零 接着画面一转 打牌打到天亮 时代现在心态很好 一顿励志的嘴炮 让小哥重拾自我 看着给人洗脑的时代 激将不禁发出感慨 好吧 打完嘲讽这点并不像 小哥刚想说点什么 只见阴阳镜再次出现 小哥被吓尿 然后就被吸收 而突然 天空中出现很多镜子 哇塞 是长得像小玉的亮影 让时代来海马乐园打牌 并且附带艾德 表示这都是命运的指引 顺便展示下 在虚拟世界中的伙伴 艾德蒙了 这关老子什么事 不对 斋王暗示过他 于是通宵打牌与看牌的几人 在马路上飞奔 很快就来到了海马乐园 时代和艾德向前走去 三则还想上 结果时代表示人够了 让激将与三则在外面候着 而刚去的两人 经过一阵特效的洗礼 来到了眼熟的虚拟世界 恐龙见山一脸狂喜的出现 还有被变成汽车的欧豆龙 好家伙 现在人质都知道蹲点了 时代表示优秀 打牌有观众了 这时场景切换 靓女小玉出现 向两人传递斋王的话 表示要找到一个 转动他命运的人 让小玉在两个男人之间二选一 哇塞 姐姐选我吧 不行 因为你输给了时代 我靠 艾德如遭雷击 而小玉则表示 让艾德与时代组队与他打牌